传说中的狼背 说了你们可能不信 老虎见了狼背都会吓出一身冷汗来呢 大叔 你说的是真的吗 背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当然了 背非常聪明 而且它还会模拟各种鸟兽和人的声音呢 在偷鸡的时候 它会像下蛋的老母鸡那样咯咯咯地叫 把鸡引诱过来 然后将其吃掉 你说它会模拟鸟兽的声音倒是有可能 若说模拟人的声音 我可就不信了 我曾经听说 有只背在野外发出婴儿的哭啼声 那声音唯妙唯笑 把牧羊人从羊群那里引开 然后对羊群发动攻击 天哪 那他也太聪明了 这些不过都是传说罢了 背怎么可能会有那么高的智商啊 再说了 大家都说背聪明狡猾 可是谁见过背啊 对啊 大叔 你看管这个林子有十几年了 你见过背吗 这个我还真没见过背 就是嘛 看来背不过只是个传说中的动物罢了 根据古书介绍 背是民间传说中的动物 就像凤凰 麒麟和龙一样 谁也没有见过 没见过不代表没有 关于背的传说那么多 这不可能是空穴来风 大叔 你快来呀 这好像是小林的声音 没错 就是他 今天早晨他说过 下午会来找我们的 你们俩留在屋子里 我出去看看 发生什么事呢 难道是遇到野兽了 大叔不是说 这片山林最凶猛的野兽 就只有狼 而且最近几年 狼也都很少见了 小林 发生什么事了 小林 你不会是遇到狼了吧 他说在林子里遇到了狼狈 什么 狼狈 你看到了狼狈 怎么可能 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没有被这种动物 我说的是真的 我拿了一些包子 准备带来给你们吃 谁知道 刚走进山林没多远 就听到身后 传了一阵声响 我转身一看 看到了一只高大的狼 驮着一只背 正朝我迅速追来 幸亏我手里还有包子 我把包子扔给了他们 便朝这里跑了过来 如果没有包子 我恐怕就成为他们的腹中餐了 小林 你不会是看眼花了吧 怎么可能 我看得清清楚楚 他们就像传说中的那样 背趴在狼的身上 它俩合二为一 实在太可怕了 大叔 你认为呢 说真的 我也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背这种动物 但是 我们这里最近出现了狼 倒是真的 大叔 你最近在这里 见过狼 狼 我倒是没有亲眼见到 不过 我倒是看到了狼的残肢 狼的残肢 那是怎么回事 那是三个月前 我和村子里的老猎人阿布 一起去林子里寻山 老弟 走 我们去看看收成吧 收成 难道 你还在这里种了庄稼 我一个猎人种什么庄稼 我在那里布置了捕兽夹 走 去看看有没有收获 怎么显露出来了 这样 哪里能抓到猎物 已经抓到过猎物了 你看 护灵员顺着阿布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两个捕兽夹上 各自夹着一只毛兽爪 在周围还有一些干涸的血迹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狼的前爪 狼 我们这里可好久没有狼出现了 你不会是认错了吧 你放心 我不会看错的 这只狼肯定是被捕兽夹夹住了前腿 为了求生 它咬断了自己被夹住的前爪 天哪 它对自己可够狠的 所以你们以后不准独自在山林里活动了 这样就可以避免遇到狼与被的攻击了 对对 狼被组合实在太可怕了 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被吗 怎么 难道你不相信我吗 我可是亲眼所见 如果我们捉到一只活被的话 一定会引起轰动的 诶 对对 大家不都不信这个世界有被吗 那我们就把它抓住 让大家看看 嗯 这个主意不错 就这样 护林园联合村子里的人 带着猎犬 来到了山林深处 他们布置好了陷阱 静静地等待着狼狈的出现 阿布 我们离那么远 可行吗 就算狼狈来了 我们跑过去也来不及呀 狼的鼻子非常灵敏 如果我们距离太近的话 它是会发现的 你放心 只要出现了 这三只猎犬 就绝不会让它们跑掉 阿布大叔是村子里的老猎人了 有他帮忙 我相信一定能抓住那只被 阿布大叔 你打了那么多年猎 以前有没有见过被啊 我也只是听说过 却没有见过 这次和你们一起捕猎 我就是想看看 被究竟长成什么样呢 哦 有状况 去吧 快拦住他们 三只训练有素的猎犬 飞快地追着逃跑的狼狈 狼和猎犬的奔跑速度差不多 但驮着被的情况下 就不一样了 没多久 猎犬就快追上狼狈了 可恶 它们快追上来了 你驮着我 和它们拼速度 肯定是会输的 我是不会将你丢下不管的 我知道 不过我们得甩掉那几只狗 前面有个斗砍 我们去那里 对 这个主意不错 狼为了生存古猎 练就了非常好的下斗砍本领 能轻盈地 从几米高的斗砍上 跳下去 稳稳地落到下面平坎的岩石上 然后继续不停顿地再往下跳 而狗却没有这种本领 三只猎犬 跟着跳下去的狼狈 只能汪汪叫着 它们面对着深深的斗砍 畏缩不起 不敢跳下去 它们不敢下来 我们安全了 马上就要到底部了 到了那里才安全 好深啊 而且已经没有落脚点了 如果你不拖着我的话 可以稳稳地跳下去 没事的 拖着你 我也可以安全地跳下去的 你先休息一下 缓口气 拖着我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 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对 可不能把你摔着 这时候 阿布等人追了上来 他看到三只猎犬 停留在斗砍旁 一愣 看来 它们是跑到下面了 狼狈 那对狼狈 在下面 不好 人类追来了 天哪 这世上还真有备呀 它和传说中的一模一样 不能让它们跑了 一定要逮住它们 这时 拖着背的那只狼 纵身朝底部跳去 不知是因为 背还没做好准备 还是狼跳下时 屁股翘得太高 狼的前爪刚刚落地 背突然从其背上滑落下来 重重地摔在地上 哎呀 太好了 那只背摔下来了 没有了狼 它是逃不掉的 阿布端起猎枪 朝狼 砰砰开了两枪 子弹打在了狼前方的地面上 狼惊慌地抬头 看着上面的人 你们快回去拿绳子来 抓那只背 我们在这里 监看着它们 三人快速回头 跑去拿绳子 山脚下 那只背挣扎着站了起来 它的前肢 明显比后肢短了很多 因此根本没有办法快速逃跑 不要管我 你快走 就在这时候 子弹又一次 打在了正准备返回的狼面前 你快走 不 我不会丢下你的 你快走 否则我就撞死在这里 不 我绝对不会走的 斗砍边缘 几位年轻人 已经拿回来了绳子 绳子都准备好了 大叔 掩护我们 我们下去 将那只背给逮住 算了 放它一条生路吧 啊 阿布大叔 你说什么啊 难得遇到传说中的背 一定要把它抓住才行 那不是背 啊 阿布大叔 你说什么 它不是背 嗯 它是一只狼 它的前爪是被夹断的 我想那次我们看到 捕兽夹上的两只前爪 应该就是它的 众人听后 急忙仔细地看着那只背 果然 它的前爪是断掉的 那是一双残疾的腿 啊 果然是只残疾的狼 害得我们白白高兴一场 即便是狼 也不能放过 免得它们再伤害我们 你们看 这只狼还怀着身孕呢 不能捕猎怀有身孕的动物 是山里猎人的规矩 我们就放过它们吧 嗯 人们没有看到传说中的背 却看到了这对至死不渝的狼夫妻 公狼不嫌弃自己残疾的妻子 他把已无法行走 也无法打猎的妻子背在身上 经历过风风雨雨 跋山涉水 生死相依 也不离不弃呀